分手 結果什麼事都沒有發生啊 老師 結果老師就這樣消失了 蔣光也沒有被召喚出來 那關於鋼彈蔣光的都市傳說 到底是怎麼回事啊 根據我們的了解 仲仁健健堂其實沒有什麼蔣光鋼彈 这个声音 难道是卧槽的执行长林祖怡吗 可是我听到另一个都市传说 据说谁敢动中正纪念堂 就会有可怕的事情发生 你们怎么敢举办那个什么 中正纪念堂转型的工作坊 那工作坊顺利办完 难道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事吗 当时的确是有许多人恐吓我们 我也去动一场蛮大的手术 最后还真的闹出了人命 我们从去年12月到今年3月 总共办了7场工作坊 有140亿人参加 每一场我们都会提供 资料完整的议题手册 并且邀请转型正义 空间建筑受难者故事的专家学者 例如白色恐怖受难者 黄温宫女儿黄春兰 空间建筑专家林中奎 以及转型正义的学者 周婉瑶老师等等 来到现场和大家参与讨论 我们也特别去访问 走过过去历史的百岁老兵 郝氏军毕业 并且将采访影片 在工作坊中播放 让参与者在充分了解 资讯的状况下进行讨论 在这次7场的活动中 我们可以发现 有86.5%的民众 对于转型正义表达支持的态度 尤其以女性的比例为高 在40岁以下的年龄层 支持转型正义的比例 几乎高达9成 另外 针对中间建议堂的改名与改变用途 支持的比例也超过8成 其中有关同像的移除与否 可以从统计资料中看见 赞成移除同像的民众 共战的大多数 可以感受到民众对于 温泉崇拜大多数报纸的 反对的态度 公民对于建筑物本身 例如躺体 围墙 牌楼 广场 民主大道等等 也提出了一些功能性 或是历史意义的看法 你刚刚说的手术是 没有啦 那是我小时候受的伤 在这段时间去动手术 那闹出人命的是 那是我生小孩啦 所以据说沃草今年还会办 五场工作坊 而且啊 都在不同的县市举办 欢迎大家一起来报名参加 其实啊 在现在这个社会 最害怕的莫过于威权崇拜 现在这个民主社会 我们应该要摒弃过去 害怕讨论政治的心态 多参与公共议题的讨论 才是拯救这个社会的最好的场合 是 好像有点问题 我去看一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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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